越南为何之间无力翻身 许舍友撤军前发布的三个命令 真是太高明 三招打敌越南十年难翻身 将还是老得辣 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 越南深陷经济困境 原因在于许舍友将军 在撤军前发出的三条精妙命令 这三条命令严重削弱了越南的实力 使其无法扭转局面 许将军的谋论 令越南错失经济发展机遇 时至今日都受到影响 这三条命令究竟是什么 他们又是如何摧毁了越南的康复之路 1978年底 中越关系陷入低谷 由于边境纠纷等原因 越南频频挑衅中国 导致中越边境形势日益严峻 面对对方G203的蓄意挑衅 我国人无可认之下 最终决定采取军事反击 以震慑对方无理取闹 1978年12月31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 邓小平当面向广州军区司令人徐世耀 发出了出击命令 当时74岁的徐世耀 经历过长征和国共内战 是人民解放军最资深的将军之一 将性格刚硬 作风艰巨 一介道命令就立即着手部署 准备对越南实施成绩 1979年2月17日 中国国境内的炮火隆隆 标志着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在徐世耀的指挥下 我军迅速攻占越南边境重镇高屏 歼灭大量越军 接着又向亮山地区发起猛攻 又知道亮山可是越南的一个省会 有着重要战略地位 而在经过激战后 我军很快占领了亮山北部地区 暗于暗 此时就可以开始有序撤军 毕竟咱们也只是想给对方一个教训 而不是要真的亡国灭湖 可出乎意料的是 对方见咱们撤退 便嚣张地散布谎言 声称我军在亮山遭遇惨败 得知谎言后 许世耀勃然大怒 他决心给越南一个教训 命令部队对越军发起总攻 将其彻底驱逐出亮山城 3月4日 我军勇梦过齐穹河 完成对越军的权限监力 而此次战役 也成了我国军队斩获辉煌战 3月5日 中国政府宣布停火 并开始有序撤军 但在离开的前两个小时 将军下达了重要命令 也正是这些命令 彻底打敌这个无能且狂怒的小国 翻步其身了 第一个要求便是摧毁越南所有的工业设施 要知道一个工业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而对于越南这样的小国来说 想要能在短时间恢复过来 并借着和我国叫板 几乎是难于登天 因此此命令一下 直接严重削弱了 越南的经济恢复能力 第二点便是在撤退路线上埋射地来 要知道鄙视的越南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有可能对我军发起偷袭 因此有了地雷的埋射 也能顺利保证撤退的安全 最后一点 也是最大快人心的命令 那就是尽可能销毁或带走之前 攻击越南的武器武姿 中国人民有情有义 但是这些援助的东西 可不是给白眼狼的 在徐世友的指挥下 华夏儿女展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 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这不仅是一次边境冲突 更是一个民族气节的体现 中国政府一再人了 但越南人我行我素 面对无理取闹 中国只能进行正义的反击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 不打回去 不足以消除敌人的狂气 这场自卫反击战 对遏制越南方面的气焰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具有重大意义 在整场战争中 十年已经74岁高龄的徐世友将军 一直坚守在前线指挥 他的决策果断 运筹帷幄 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 徐世友当仁不让地 接过了邓小平的重托 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来这场保卫边疆的正义之战 那嘛 一身戎马的徐世友 又是如何踏入革命走上 为新中国奉献的道路呢 1905年出生的徐世友 八岁时进入少林寺西游 出家八年 练就了一身好奔励 随后 他参加了著名的黄马起义 看不得军阀当道的他 也从此开始了 在革命军队中的龙马一生 到达延安后 他进入大学学习 1938年 徐世友担任八路军129师 386旅副旅长 参加台儿庄大捷 1940年 交通局势严峻 日军频繁扫荡 投降派叛变 给抗日根据地带来巨大压力 根据上级部署 徐世友带领一个团进入交通 组建反投降指挥部 发动反投降战役 在战役中 徐世友指挥部队夜袭敌军兵营 分割包围 各个歼命 经过五个月激战 歼敌1.8万人 众创投降派武装 战役胜利消息传到延安 毛主席喜不胜收 连连称赞对方打红了交通半年天 再次回到交通 其成功担任交通军区司令员 面对日军推行蚕食政策 多次大局扫荡的严峻行事 徐世友积极部署 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 在历时四十多天的1942年冬季大扫荡中 交通军民应有顽强 重创日军 保卫了根据地 1944年 根据上级指示 徐世友组织发动春夏两级攻势 进一步巩固交通根据地 在他指挥下 交通抗日形势持续向好 在交通期间 徐世友与当地军民感情深厚 他严明军纪 坚持群众路线 多方照顾军民生活 徐世友还注重培养年轻干部 大力推行民主 鼓励群众监督军队建设 在艰苦环境下 徐世友依笃定信心和旺盛购置 带领交通军民共度难关 他与交通结下浓厚情侣 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抗日英雄的威名 而在抗日胜利后 他仍是身心力行地走在为国为民的第一行 直到1985年与北京逝世 将军这传起了一声 才算是拉下围义 中国与越南的历史纠葛 既复杂又深刻 矛盾与和解交织在一起 我们要保持理性和开放的心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 无论中越关系将走向何方 和平之路永远值得我们追求 但是真正的和平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需要相互理解和妥协 历史虽不能重来 但未来尚可塑造 我们必须保有希望 也要保持警惕 只有两相平衡 方能前行 可就像咱们说的一样 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可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民族 感谢观看